臺書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3日星期三 歡迎收聽今天的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3月12號9時 廣州中山四路突發事件 有人駕駛汽車 在飛機動車上突然撞向行人 導致多人受傷後逃走 外界懷疑又是一宗故意報復社會的恐怖行為 12日上午9時左右 49歲的男子王某駕駛一部私家車 先後在越秀區中山四路 廣人路和行人以及電單車發生碰撞 造成11人受傷 網傳的影片顯示 邵氏司機離開私家車後一度逃跑 現場不少行人倒地 物品四散通地也是 還有不少電單車也被撞到 涉氏的私家車 最終在一部大巴旁邊停下 車頭幾乎被撞毀 王某之後被捕 有目擊者說 車禍發生在越秀區中山四路 就在熱鬧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 網民留言說 這樣下去大城市都不住了 看看這個車頭 就可以想像開得多快 先後撞下十幾個 這是報復社會的 另外有消息指 司機是開網約車的 在附近停車等客 交通警員一過來就抄牌 司機就與交通警察理論 然後吵起上來 接著司機撞開警車 再撞向路人和電單車 最後撞到一部大巴才停下 還有人提到 上次天河政階事件才過了一年 又來了 現在走路都怕車突然撞過來 網民提及的天河政階事件 在指去年1月 廣州天河路的政階廣場附近 一部寶馬SUV 衝入斑馬線 高速撞向人群 導致誤死十三傷 攝氏的司機事後還曾下車殺錢 被捕時不停地說話 疑似說自己人 王坤明是我叔叔 而王坤明是廣東省委書記 網友議論 最近這種事為何越來越多 社會離蠻著重重的淚氣 重壓之下 韭菜精神崩潰 高壓煲 也遲早要爆炸 另外兩會期間 在天安門廣場 有大批警察 移密搜查汽車炸彈 有評論說 越來越多被逼到絕境的民眾 可能會用汽車炸彈 來攻擊中共的黨政機關 社會大動蕩的時代 要來臨了 日本元素 遭遇網報 董事長鍾閃閃 最近辭去農夫實業的 法定代表人的職務 觀察人士認為 表面體是民間討伐農夫山泉 但實際上是政治事件 到現在為止 農夫山泉的市值 已經蒸發了300億人民幣 大陸媒體11日報導 鍾閃閃已經卸任農夫山泉旗下的 農夫實業的法定代表人職務 但仍然保留執行董事的職務 不僅如此 鍾閃閃短短一年以來 已經辭去農夫山泉有限公司旗下的 12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職務 外界不確定她的職務變更 是否因為這場網報 但有人認為 鍾閃閃是擔心 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 對於當前這場網絡風暴 普遍認為背後有中共的操控 或默許 時事評論員江森節認為 北京的目的是分化中國民營企業家 煽動他們之間的內鬥 前一段時間 北京對民營企業家整體打壓 擔心會導致他們聯合對抗北京當局 中共最怕就是民眾團結起來反抗 企業家手中掌握大量的經濟資源 一旦聯合起來 對中共的威脅相當大 江森節說 這場風暴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在煽動 將農夫山泉快速擾摸化 這隻手就是中共宣傳部門 北京當局要利用這次的機會 將老百姓對經濟蕭條的不滿 轉移到所謂的右派企業家身上 更確切地說 中共試圖將中國企業家分成兩派 一邊是北京喜歡的左派企業家 另一邊是北京不喜歡的右派 這樣北京就可以拉攏一派 打壓一派 分化瓦解 同時將民眾的情緒 轉移到右派企業家身上 可以說是一戰雙調 也有觀點認為 中國的飲用水行業 盈利驚人 在中共體制之下 能夠壟斷這個領域 背後一定有中共高層做靠山 哇哈哈和農夫山泉之爭 可能背後是權貴家族之間的惡鬥 獨立時評人蔡神坤發文表示 賣飲用水能夠賣成中國首富 這個幾有諷刺意味和內人尋味 農夫山泉飲用水的毛利率是60.2% 中石化、中石油的毛利率大約是20%左右 難怪近幾年中石化和中石油都相繼進入礦泉水的行業 在海外社交媒體上有人說 農夫山泉是栗戰書家族的白手套 哇哈哈的後台是張友合 現在這只不過是栗戰書和張友合的政治內鬥 無論如何 這場網絡風暴還在蔓延 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 一旦被煽動起來 火勢隨時都可能失控 最近哇哈哈就有轉變為眾矢之的苗頭 小粉紅發現哇哈哈的商標上有紅點 和日本國旗一模一樣 而另一家民企比亞迪的董事長王全福也中招 被傳他的兩名私生子女是美國籍 王全福本人也在美國有多處的房產 海外網民質疑 中共清零封城 捉間諜將外企嚇走了 現在開始對自己人開刀 困起批鬥企業家 這場戲最後會變成怎樣 中國人是否會人人自危 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大批鬥 中共兩會已經閉幕 有評論說 這是幾十年來堪稱最無望的一次兩會 高層無計可思 一系列報告文件不值得一看 會場內外都被嚴格控制 黨魁習近平等中共高層一直在演戲 但是偶然的複雜動作或表情 多少都透露出一些真相 據時事評論人士中原觀察 中共政協會議開幕的時候 習近平入場之後 似乎在主席台的位置 舉目望向會場的二層 政協代表都在一層 而第二層是受邀請的一些外賓 和參訪的記者 算是中共兩會對外公開的一個重要標誌 來換取一些合法性 但是他的內部會議 分組會議 仍然是黑箱操作 習近平仰望的時候 閉上眼或眨眼的動作被記錄下 看起來更是像仰天探飾 中原分析 這應該符合他目前的真實心境 太多問題 觸手無策 不知道自己怎樣 才能夠度過難關 3月8日 在中共人大的第二次全體會議 習近平依然獨自享用兩個茶杯 他拿起茶杯的時候 短暫閉上眼或眨眼 同樣被記錄下 頗有些痛苦和無奈的樣子 與兩會無計可施的情況吻合 其中一個茶杯裡面 應該不是普通的茶水 更可能是一種藥 或使習近平感到有點苦楚 全民他身體抱弱 不知道是不是也與全民有關 3月10日 中共政協會議閉幕 現場的大螢幕 一如既往 不斷地播放習近平的畫面 他的慣性將臉扭向左邊 臉上毫無笑容 似乎有些不耐煩 甚至不屑 有意無意之間 展現他自己大權在握的地位 但好像又透露出某種無奈 3月11日 習近平走入中共人大閉幕會的會場的時候 眾人照例拍手掌 但隨著習近平走過身邊 一些人的目光 很快就轉向習近平的身後 甚至習近平還沒走過時 有人的目光也沒有在習近平身上 只是簡單地向前看 有些提前越過習近平 望向習近平的身後 這張照片裡除了習近平之外 總共顯示了32個面孔 一直看著習近平的有16人 目光向習近平身後的有11人 還有5個人沒有注視任何人 32人之中 面上能夠強顏歡笑的 實際只有2人 最右下角的胡春華 試圖強顏歡笑 但卻沒有真正笑出來 眾人說 這張眾生相 多少反映出官員對時局 對中共高層的真實心態 所有人都知道 中共新班子 明明在兩會交了白卷 眼見又要交白卷 這樣的戲 還能夠做下去嗎?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天主教教中方濟國 日前建議烏克蘭 應該拿出舉白旗的勇氣 透過談判結束與俄羅斯的戰爭 這番言論 被視為呼籲烏克蘭投降 引起各界痛批 也足道幾乎當局 11日召見了梵蒂江大師 向他表達對教中發言的失望 路透社報導 烏克蘭外交部聲明 表示已經向梵蒂江駐烏克蘭大師 富帕達斯表明 幾乎當局對教中有關舉白旗 以及烏克蘭需要與侵略者進行談判 而且表現出勇氣的言論 感到失望 烏克蘭外交部指出 教中的言論令強權合法化 更鼓勵他們俄羅斯進一步無視國際法 烏克蘭聲明強調 教廷和教中 應該向國際社會發出信號 表明各國 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 齊心協力 確保正義戰勝邪惡 而且應該向侵略者俄羅斯呼籲談判 而不是受害者 烏克蘭外交部列巴之前曾回應 烏克蘭永遠不會投降 只是會舉起黃藍色的國旗 繼法國總統馬克龍 科蘭外長西科爾斯基之後 齊克最高領導層 也向北約軍隊進駐烏克蘭開綠燈 齊克總統帕維爾表示 北約軍隊在烏克蘭的存在 並不違反國際法 帕維爾也呼籲其他歐洲國家 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為自己設限 他說選擇哪一種援助方式 由我們自行決定 帕維爾也指出 在烏克蘭境內部署北約部隊作戰 和利用北約軍人 執行輔助任務之間存在明確差異 在帕維爾看來 輔助任務不僅包括參與蘇雷 還有北約教官對烏克蘭軍的訓練 報導說 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早前表示 北約士兵已經身處烏克蘭境內 我想感謝那些 甘願無這種風險的國家的大事 但是他就拒絕透露 究竟有哪些國家 已經向烏克蘭派出本國軍人 德國總理索爾茨說 烏克蘭境內有英國和法國的教官 他們在那裡訓練烏克蘭士兵 操作風暴之影 和斯卡普巡航飛彈 針對法國總統馬克龍援助烏克蘭武雄線的觀點 波羅的海三國 波蘭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和捷克都表示贊成 至少有5個國家對出兵烏克蘭持贊成態度 認為可以討論 路透社報導 中國向陽鴻1號海洋科學考察船 3月10日出現在印度東部沿海 上個月向陽鴻3號中國科學考察船 在馬爾代夫港停靠 這兩艘科學考察船 都由中共的研究機構擁有 印度擔心中共可能在附近海域收集軍事情報 雖然中共說這些科學考察船 都是對海藏進行陷測 用於和平的科研目的 但是印度官員認為 這些船隻的行動 更加似在做軍事調查 擔心中共在收集各種信息 用於潛艇的部署 報導表示 根據海市安全專家的說法 這兩艘船出現在印度的東部沿海 可能亦為監控印度巴拉索爾發射場的導彈發射 還可以收集維莎卡帕特南附近的 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的信號 印度海軍南部司令部前總司令 薩蒂什蘇尼中將 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共科學考察船 除了收集印度導彈發射的數據之外 還收集水文和水文數據 有助於了解一年中 不同時間的海底地形和環境變化 從而部署武器和傳感器 全球船隻跟蹤網站海市交通 向陽紅3日一個幾月前 駛尼武港福建廈門 2月22日抵達馬爾代夫 目前停靠在馬爾代夫首都 根據報導2019年以來 中共在印度洋一共部署了 48艘科學考察船 其中有幾艘船配備了多個碟型天線 西方分析人士認為 這些天線用來跟蹤和監聽衛星 並支持洲際彈道導彈測試 過去一年 中共就在印度洋地區 部署了25艘科學考察船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再會 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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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謝收聽 多謝收聽 報道 報道